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亚洲法律联会的高级社区抢队员陈宝志 在以下这段认识你的权利的视频,我会为你解答 如果雇主因为相关肺炎疫情而减少了我的工作时间或者解雇我,怎么算好呢? 你是可以去就业发展局,英文简称EDD,去申请加州失业金 要成功得到失业金,你必须有工作许可和在申请前以赚到足够的收入 你是可以在在线申请失业金,网址是www.edd.ca.gov 这个网站最底部份靠右下角有Google翻译,你可以选得适合你的语言 选项Chinese Simplified 为简体中文 最近,EDD的电话热线非常繁忙,我们建议你在网上申请 如果你是用电话申请但没法接通,每次拨打之后,你可以用屏幕截图的方法留底 以后你可以预求EDD考虑将你的申请日期提前,这样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较长时间的补助 只有雇员才可以领取加州的失业金,但有时候雇主会不正确地将雇员当成独立承包商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否雇员,你依然应该去尝试申请 之后你有可能需要向EDD去解释你的雇员的身份 有个好消息就是从3月27日开始,通过了新的联邦法例,加州失业金每个星期额外加多600元 以及将发放时间从26个星期加长多13个星期 另外,对于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失业但拿不到加州失业金的人 新联邦法将提供瘟疫失业救助金 这笔紧急资金将帮助自雇的人、独立承包商、自由职业者 以及一些已经用完加州失业金或过去的收入未符合申请加州失业金的人 而无工作许可的人就拿不到失业金 亦拿不到联邦的瘟疫失业救助金 但是,你或许可以拿到其他的补助 请浏览到低新级移民工人权益倡导联盟 他们的网站是www.kliwa.org 与你所在的地区的法律服务机构联系 他们可以为你提供帮助 另外,有紧急援助资金 可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失业的无症工人提供援助 想取得更多关于资金的资讯 以及认识你的权利的视频的资料 可以浏览到我们的网站是www.advancingjustice-alc.org 以上的内容被非法律意见 你可以致电415-896-1701 联系亚洲法律联会 我们会为你提供保密的法律资讯 请大家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多谢!